说明你们百度在人工智能上是布局很早的 而且在深度学习上 你们可以说比美国很多大的公司还要领先 我觉得这种经济并不过分 而且你在两年前的全国政协大会上提出中国大脑的建议 这个建议也是非常非常对中国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百度的角度 你能不能谈谈关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你们的看法 当年你们为什么那么早做这些布局 对 我其实也思考过这个问题 从百度的基因来说 我们从一开始成立到现在最主要是搜索 搜索本质上是干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机器在试图理解人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在用各种各样的计算机的方法 来试图在理解人的意图 那么到这个2012年左右的时候呢 当时这个陆西还在微软 我跟他聊天 他说是现在这个深度学习技术发展不错 已经快要进入实用阶段了 我就回来问我们的这个工程师 我说咱们有没有用深度学习的方法 他们说就是当时负责图像搜索的人说 我们用了 效果确实不错 那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 说这个深度学习在图像检索里头的这个效果不错 是一个偶然还是它代表一种趋势 那么分析完之后呢 觉得它是代表一种趋势的 它不仅仅对于图像搜索有用 它对很多其他的这个计算机科学的 这个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非常有用的 原因呢就是说 随着互联网的这么多年的这种发展呢 数据越来越多 越来越丰富 计算资源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强大 所以人工智能刚才你说六十年的历史 前五十年 为什么大家不看好 为什么大家觉得人工智能没有用 我在这个美国读书的时候 我就很喜欢人工智能这门课 但是学完了之后 教授告诉我说其实没用 人工智能没有一个真正有商业价值的应用 你将来靠这个你是找不着工作了 但是到现在呢 就是到这个最近几年呢 我们觉得说原来认为没用的东西 它变成有用 是因为市场环境变了 就是条件变了 原来认为不可能的事 现在变得可能了 所以呢当时就是分析了这样的一些 环境因素之后 觉得人工智能是代表未来的 所以我们在2013年的这个1月份 对外宣布成立深度学习研究院 这个呢就是说可能是在全球工业界 第一个就是用深度学习来命名的 这么一个research lab 而且呢这个也等于说我自己食言了 我在13年以前呢 不断跟外界讲一个理念 就是我们是这个 是商业的公司 我们不应该去成立研究院 不应该去搞这种纯的这种研究机构 这些机构它要想转化成产品 进入市场被市场所认可的话呢 它应该是跟那些产品部门 跟那些业务部门 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而不是单独成立一个研究院 但是就是深度学习这一波起来之后 我觉得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它需要在理论上 在算法上 在很多方面 有长远的布局和突破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大规模地投入去吸引人才 这个就是去推进算法的这种 其实不光是算法 在刚才就是朱铭讲的时候 也讲到就是各种各样的 这个芯片的这种结构 从CPU到GPU到FPGA什么 都要重新去审视 怎么样能够适应深度学习的 这个需求吧 现在看起来就是人工智能 还是一个比2013年 我们决定进入的时候 一个更要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 所以十几年前我对外讲了 我说这个互联网呢 其实现在只是一道开胃菜 真正的主菜是人工智能 所以人工智能不是互联网的一部分 不是互联网的第三个阶段 它是堪比工业革命的一个 新的技术革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